第3大愛證 大家好,我是紅茶,今天來分享一個陣容 一樣就是我現在第3大愛證之一吧 這一陣容一樣,上次說打諸葛亮 諸葛亮有些人反應說他的諸葛亮等級不夠高 所以這次是加5諸葛亮 總虎是馬里加4,大橋是加5 那我全部裡面的就只有 葛亮加5,但是龐統只有3 那他一樣的意思其實就是 開局就讓諸葛亮開不了八卦 然後直接一直瘋狂打 諸葛亮其實有八卦跟沒八卦他們兩個的 強度是差很多的 然後並且要比較 血量比較低的,要能扛住諸葛亮的打擊 我諸葛亮這次沒有被嘲諷到 如果有被黃色淵場碰到的話 就會更簡單打 你看小橋不斷的打喔 瞬間還 觸發覺醒技,然後就可以觸發到大橋 其實我是蠻想要去用那個什麼日光月珠 但是那個 美洲的神靈不給我 不知道何時才會給我 應該這時候諸葛亮就被暈了 但是又被截了 然後現在是 孫如玉 用做個封印的狀態 他的草草應該是甲午 我就這樣 張寮跟龐董可以不斷的去做接觸 然後不斷的暈,不斷的做傷害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這一陣其實打普通的諸葛亮還不錯喔 但是對於那種最高的啊 最高等級,那種黃戰大神的就打不贏